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三十刻度工作室制作 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两千三百二十七集 那就算了 楚西连冷笑一声 我们的关系原没到这份上 说吧 给我打电话有何鬼干 我这次打电话是想送楚伯伯一个大大的人情 送我一个人情 你能有什么人情值得让我放在眼里 楚伯伯 你先别急着下定论 我这次送你的可是一个天大的人情 足以将你楚家从水深火热土崩瓦解中拯救出来 放你妈的屁 楚西连听到林宇这仿佛咒骂一般的话 顿时大为恼怒历声说道 我们家好着呢 就是你小子一面无辜了 我们家也仍旧繁荣昌盛 繁荣昌盛 凭什么呀 凭和张家联姻吗 还是凭张家和拓杀之间的关系呢 电话那头楚西连猛然 就是一顿接着他沉声说道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楚伯伯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是一只子也没必要斗圈子了 拓杀以亲口承认 是张又安暗中帮助他 给他提供的情报 所以他才能躲在境中安然无恙 并且连缓杀人 当初因为这件杀人案 上面的人可是大发雷霆 如果被他们知晓这其中的内情 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反应呢 听到林语这话 电话那头楚西连明显沉默了片刻 他似乎在考量着什么 随后才低一声说道 我听不懂你跟我说的这些话 不过你和张又安之间的事情 你应该跟他打电话 而不是跟我讨论 不错 我本来也没想着敬扰您 毕竟只是我跟张又安之间的事 但是我转念一想 楚伯伯为人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楚小姐人还是不错的 而且她还曾经帮过我 所以我看在楚小姐的面子上 特地给您报个信 希望楚伯伯您 能够中断与张家之间的联姻 免得引火烧身 你知道我女儿结婚的事 楚西连不由有一些意外 偶然听京中朋友提起 你们两家联不联姻 与我无关 只不过我和楚小姐 算是有几分交情 我不想她跳入火坑 您是个聪明人 一旦张楚两家联姻 而张家却被爆出了 与境外势力勾结 后果会是什么样 你给我清楚 她这话说完以后 电话那头瞬间没了声音 显然楚西连正在消化淋雨 这番话 脑海中有着激烈的思考 怎么样楚伯伯 我这是不是算送你个天大的人情呢 林雨笑眯眯地问道 电话那头楚西连没有再说话 仍旧是长时间的沉默 楚伯伯 竟然一时间无法权衡出其中的利弊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你自己好好揣摩成了吧 林雨打算欲擒故纵 让楚西连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随后她便要挂断电话 不过此时电话那头 楚西连突然开口 沉声说道 何家荣 你不用在这里吓唬我 你手里有没有确凿的证据 还是未知数 如果你手里真有张友安 与境外势力勾结的铁证 只怕你不会这么好心提醒我吧 你巴不得我们楚家完蛋 她知道自己家和林雨是不对付的 林雨绝对不会那么好心给她报信 所以她怀疑林雨 不过是在虚张声势 林雨被楚西连一语戳中 不由心头发虚 有一些底气不足 她暗想 这老狐狸就是老狐狸 要是单纯依靠坑蒙拐骗敷衍过去 那确实是有难度的 不过她还是装出一副镇定的模样 淡然说道 楚伯伯 我说过了 你还没那么大的脸 让我送这么大的人情 我 一切不过都是看在楚小姐的面子上罢了 反正话 我已带到 信不信 有你 持则半个月 少则三五天 我就会将张友安和脱沙勾结的证据递交上去 到那时 咱们拭目以待 好 你直接跟上面的人提交就是 不必在这里跟我动一须鹤 这件事本就与我无关 楚西连冷声说道 话音一落 她便挂断了电话 林雨见楚西连说话如此硬气 不由有一些意外 望着手机 眉头紧锁 心中意识叫哭不迭 现如今证据没找到的情况下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虚张声势的方式 让楚西连暂缓和张家的联姻 如果连这个方法都不管用 那她也就真的无计可施了 而跟她打完电话之后 电话那头楚西连同样 脸色惨白 神情略显紧张 立马拨通了张友安的电话 等到电话那头被接起 楚西连劈头盖脸就怒喝道 张友安 你他妈屁股到底有没有擦干净 刚才何家荣都给我打电话来了 说他已经掌握了你跟拓杀勾结的证据 要跟上面举报你了 什么 他 他已经找到证据了 张友安被楚西连骂得就是一蒙 心头顿时慌乱无比 一时雨色 他脸色忽明忽暗 眼珠转了几下 似乎思索着什么 不错 这个小兔崽子 刚才给我打来电话威胁我 告诉我 他已经找到你跟拓杀勾结的铁证 你前两天不是告诉我 整件事已经全部处理好了吗 不会有任何风险 对啊楚兄 我确实全部处理好了 而且拓杀都已经死了 这件事已经一了百了了呀 那何家荣的证据 是从哪里来的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确定屁股擦没擦干净 那我们两家的联姻 先停一停吧 你们自己家找死 别拖上我们 楚兄 你先息怒 先息怒 电话那头张友安 连忙安慰楚西连 接着 他眯着眼睛思寸片刻 眉宇间 慌乱逐渐消失下来 眼神坚定地说道 楚兄 我敢用脑袋跟你保证 这件事 缺得已经处理妥当 其实我事先 也担心汇报 所以提前做好了 万全的准备 我特地物色 黎明与张家毫无瓜葛 并且被警单纯的人 跟他接触 我只负责 给这个中间人提供情报 下发指定 他再将所有的信息 传递给妥杀 而且我跟这个中间人 之间的通话 都是走得保密专线 所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